男人说自己是杀人犯,可身为检察官的女主,一眼就看出她是在撒谎,因为昨天的凶杀案女主也在场,而她也是唯一的目击者,可惜她并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,但是她记住了凶手的手,这个人手上有纹身,明显不是同一个人。 女主意识到,这起凶杀案并没那么简单,她立即起身向法官申请,重新立案调查。 而女主的同事小黑,也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,第二天小黑找到女主,说自己查出了一些线索,昨晚她潜入死者家中调查,她发现阿强的床上有两根金色的头发,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。 女主听到后顿时慌了,她表示这起案件由她负责,不需要小黑插手。 晚上,女主偷偷来到阿强家,向调查凶手有没有留下线索,书房里一片狼藉,这说明那晚,凶手肯定在找重要的东西。 这时,小黑突然出现,她说自己对这起凶杀案很感兴趣,想帮助女主查出真凶。 很快,二人就在阿强的银行账单上发现了不对,阿强在每个月都会收到九千万美元,但奇怪的是,银行卡账单上并没有汇款人的信息,只有TOC三个字母。 于是,女主找到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官老白,女主将发现的线索告诉了她,老白听后也是毫无头绪,这时小黑给女主打来电话,说自己已经查到了凶手。 小黑说TOC就是法官老白,老白之所以杀掉阿强,是因为阿强手里有老白受贿的证据,女主听到后整个人都傻了,没想到真凶就在身边。